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可以开车来 也可以坐地铁来 地铁有一站是直接在这个墨里的 这个店呢 是特点呢 是很多有很多名牌店和品牌店 非常受年轻人的欢迎 这样 现在就跟着我 咱们进去感受一下 我现在的位置呢 就是Yokdelmo的购物家庭里边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比较通透的这种玻璃屋底的设计 使得这个里边的购物环境显得比较时尚大气 Yokdelmo呢 是1964年2月26号正式开张营业的 经过了几次主要的这种拓建跟改装啊 现在呢 已经营业面积达到了184万平方英尺 几乎是原来最开始的一倍 现在呢 拥有270多家各种各样的店铺 时尚店也非常多 在这儿呢 它大概现在面积应该是属于加拿大第四大的一个幕 但是有一项指标 它实际是全加拿大第一 那就是单位面积的销售额 它是达到了每平方英尺1900亩的价格 那我想啊 这可能要 如果要说起来的话 可能这里边的时尚店跟这品牌店啊 在当中会鞠躬之魂 MORE是北美特有的购物中心 加拿大呢 因为这个气候的原因啊 所以说它的MORE基本都是封闭式的 就像我们现在这个Yokden Mall一样 MORE本身呢 不光是一个购物的一个地方 它可能也是一种休闲的那种地方 它里边各种娱乐设施 比较齐全 甚至还有电影院 餐馆 供你在这个购物之余啊 可以在这吃喝玩乐 流行 我去过那个加拿大最大的那个MORE 就是卡尔加里的 Edmonton West Edmonton Mall 那个巨大个儿 大概 营业面积 能有这个Yokden Mall的两倍还要多 它里边有八百多家店铺 甚至还有一座旅馆 一座教堂 你可以足不出没 就在里边呆好几天 可以在这尽情的那个购物 享受和吃喝玩乐 Yokden Mall每年呢 它要揭担将近一千八百万多元 也就是说 平均每天的购物 还能会有万里 这个客人量还是相当的大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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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 等等这些品牌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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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所喜欢的东西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他走的是简约的都会休闲风格 低调经典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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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煎鸡排所要用的食材 鸡腿肉大概360克蒜两半 你可以去买剃好的鸡腿肉 也可以自己买鸡腿回来剃 我一般是买到鸡腿回来自己剃 下面我们先把鸡肉给它腌制一下 首先我们把蒜给捣成蒜泥 我家里边是有蒜臼 我经常会用蒜臼把它给捣成蒜泥 你也可以用压蒜器 放少许盐 这样你砸的时候它就不会跑了 把打好的蒜泥放入碗中备用 把鸡肉放入大碗中 放半勺淀粉 一勺白糖 生抽一勺 把刚才倒好的蒜泥放进来 拌匀 拌好的鸡肉需要腌制一到两个小时 让它入味 好了,我们鸡肉腌好了 看看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我们把这个腌好的鸡肉蘸来淀粉 这个目的是 让这个 待会儿煎的时候 这个鸡肉能保持它的水分 基本上两边给它 裹匀 差不多都让它粘到 抖一抖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在这边 就像这鸡肉一样 放入 some of the c-6 然后将上这个鸡肉是做的 一块鸡肉蘸的油脆 再烤一块鸡肉 温度转中火,放入鸡排煎炸 这个时候火一定不要大,因为很容易把它就煎糊了 煎鸡排不用老去翻它 基本等一面差不多煎至好了,再翻过来 大概煎至两分钟左右 看这个鸡排边上 已经开始变色,有点收缩的时候 基本那一面就差不多好了 现在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下面是什么样子 这样可能还稍微的欠点火 稍微等一下 煎至金黄的颜色 把这个鸡排翻过来 再煎至另外一面 大概煎至三分钟 这个煎至 可以稍微的挪一下这个位置 把它稍微动均匀 好,这两边都基本炸至金黄了 您怎么知道它熟不熟呢 有的时候 我教你个办法 你可以用个牙签 稍微在上面扎一扎 你看它冒出来是什么样子 水 如果没有冒血水 像刚才这样子 它就是熟了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 起锅了 好了 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点赞 感谢您收看 女卫生活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订阅点赞 请订阅点赞 明镜店 请订阅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